国民党立院党团日前开记者会 抗议日本把钓鱼台改名 但立委蒋万安提到民间党立委 过去批评马政府捍卫钓鱼台主权不利 他的讲话风格 突然不像过去一样 温文如雅的态度 还被外界认为蒋万安是韩国瑜话了 我在这里正式请陈其迈副院长 落实自己当时的主张 竞速举办钓鱼台钓鱼大赛 我会第一个报名 但是我呛你不敢 我替他有点担心 你一定要讲实话 我替蒋万安的现在的这些动作 蒋万元的这些动作 其实替他有点担心 我也不希望他走向一个 韩国瑜似的这种政治路线 有点韩式的这种发言 是啊 为什么会这样 是要抢韩粉吗 这样子台北市长可以选上吗 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蒋万安说的呛你不敢 让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吓到 他说蒋万安过去发言算是稳健 咱们如今用这种韩式的口气 那么林飞凡也说 罢名案显然已经代表说 选民并不喜欢韩国瑜这种风格 国民党却选择韩国瑜话 并不是一件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ables